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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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擋也擋不住 典禮開始不到一小時 就從90年代經典男團 《超級男孩》手中 奪下MTV最佳流行音樂錄影代獎 歌曲是Taylor Swift 最好的方向 《Antihero》 由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 美國時間十二號 登場的MTV音樂錄影代大獎 Taylor's一個晚上橫掃九大獎 其中包含年度歌曲 最佳導演 還有觀眾票選出的年度音樂錄影代獎 等重要獎項 不但成為本屆最大贏家 泰勒斯更成為第一個四度獲得年度音樂錄影代的歌手 他累計已獲得二十三座MTV音樂獎獎項 超越瑪丹娜的二十座緊追另一位天后 碧昂斯的紀錄 破搬音樂錄影代先鋒獎的拉丁天后夏奇拉 則在典禮上演唱多首經典歌曲 而二零二三年的MTV音樂錄影代大獎 也少不了寒流元素 韓團Straight Kids打敗Blackpink和Seventeen等強敵 奪下最佳韓流音樂錄影代獎 BTS的師弟Tomorrow By Together 也獲得年度最佳Push演出 而泰勒斯雖然沒有一盞歌喉 但整個晚上忙著領獎 也讓粉絲看得心滿意足 華視新聞的無語編譯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